过去面对拆屋 文宁院住户只能够放声痛哭来抗议 现在文宁院新居落成 他们却面临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难题 文宁院在都更前 房屋标准单价只有1950元 40年前房屋价值8万元 折旧率1.2% 只要缴1042元的房屋税 如今房子变新变漂亮 但房屋税也跟着涨了50倍 变成5万 原本的那个权装上面是有33瓶 那我换到42点几 等于我要补10瓶的差额 对 要补到多少钱 400多万吧 钱几块到逼5万 几当年也是很大的负担 但是如果啦 如果政府一定要这样收的话 我们做背心我也没法多 有新屋落成多缴点税应该不为过 不过弱势社会住宅问题恐怕更严重 抗议似乎又要启动了 小鹰政府 保守退缩 保守退缩 行政院要在1号通过住宅法修法 但政院版本的社会宅 把12项特殊弱势身份 包括低收入户以及原住民 等认定标准删除 并且将弱势保障比例 从一成提高到两成 但社会住宅联盟要求保障比例 必须有三成 还说政府如果坚持下去 不排除再上街头 30%对日务团照顾的比例 把它降为20%的住宅法 我想这个是不太恰当的啦 你把这个比例降低了 显然你盖了墓地 就变成本末导致 就不能照顾这种弱势家庭 如何兼顾住户权益 恐怕考验政府智慧 东森 财经新闻王泽宇家豪 台北报道 近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